谈论中国的儿童文学,不得不提曹文轩的作品,我们时常会在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书目中看到他们,如《草房子细腻》、《青铜葵花》、《作者盛名雷雷》、《草房子魅力》。 从1998年出版,至今已经在版300次,总印书也达到1000万册,老师们推荐他的作品不足为奇,可这却引发了把文作者常立的反感。 身为儿童文学作家、研究者,常立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阅读曹文轩的作品。 想到自己两岁的女儿,以后会和现在的儿子一样,被学校强制要求阅读草房子,常立就挤两股发凉,因其作品存在性别观落后,儿童公落后的问题。 在过去两年内,书评收开曾两次发文,质疑曹文轩的作品《莫夫链接》,讨论了作品中的性别观与苦难呈现。 今天的文章则围绕学校强制学生阅读曹文轩作品《这件事展开》,那请让孩子的书桌足够大,能够容纳其他更多的经典作品。 作者常立,儿童文学作家、研究者,在提曹文轩,学习说真话的孩子,安徒生有个著名的童话叫《皇帝的仙装》,我很喜欢这个童话,也很钦佩童话里这个说出真相的孩子。 我有一篇童话,考考国的事物之歌,其中有这样一句话,真相,就在这孩子身上,而孩子,正是人类丢失的东西。 皇帝的新衣中,当人人都在称赞皇帝的新衣好看时,只有孩子说出了真相,皇帝根本什么都没有穿。 儿童文学界丢失这个承载真相的孩子,已经许久了,我当然不是这个孩子,但是,我有孩子,我从孩子身上学到了许多巨大而简单的东西。 其中一样是,诚实的勇气,我想,我应该尽可能学习那个说真话的孩子。 他说的不一定是事实,也许皇帝真穿了神奇的陆身材的新装。 谁知道呢? 但他说的会是他看到的。 可他想说的,从2008年,跨界进入儿童文学界,我一直要求自己以平常心,来做儿童文学批评。 就像我所敬爱的批评家刘旭元先生一直所做的那样。 在好处说好,在坏处说坏,文心标护全篇。 版本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8年3月,刘旭元儿童文学评论文集。 如今,儿童文学的评论声音越来越少,刘旭元的声音显得尤为可贵。 明天书平均将推送本周报纸专题关于儿童文学。 我们不能只看到热闹,讨论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。 敬请期待,只要对当代文学批评界,无限于儿童文学批评界稍有了解。 就知道批评曲在当下环境中,要做的这一点有多么艰难。 我自己写批评文章是这么做的。 在儿童文化研究院,做红楼儿童文学研讨,也是这么做的。 无论是面对多么有名气的作家尽管越来越难。 在更多时候,我赞埋我所喜爱的文学作品,但对我所艳增的作品几乎保持沉默,因为坦率的批评不但得罪人,而且有风险。 凝望申冤者也将被申冤凝望。 但这一次,我决定再看一眼曹文轩作品,孩子不得不阅读讨房子。 儿子在三年级的时候,被学校要求看了指定课外书讨房子,看得气呼呼的。 这个爸爸,算什么爸爸,我要是桑桑的话,死之前一定要和这个爸爸同归于尽。 讨房子书封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年版,讨房子讲述了主人公桑桑六年的小学生活。 桑桑随作校长的父亲桑桥来到油麻地小学,直至1961年小学毕业,桑桑是一个爱做出常人不理解的古怪举动的孩子,性格叛逆但心地善良。 桑桑的父亲终于忙于学校事务,对孩子不管不问,直到桑桑身患觉症才发人醒悟,失出孩子的恐惧使他成为了一个父亲,带着孩子四处求医,做一个父亲该做的事。 别褶着住,他的愤怒让我有点吃惊,草房子虽然水平一般,主人公的爸爸也确实不怎么合格,尤其在桑桑患觉症之前,但也不至于给他埋下恨爸爸的种子吧,只好爱慰他。 想说而已,你爸爸又不是桑桑爸爸,不会乱打你。 别气,你们不但要看,没准还要写作文呢。 嘿嘿嘿,儿子说,我反正已经看过了,妹妹以后还得看。 我一听之下,挤两股发凉,女儿刚刚两岁,若干年后还得读草房子。 而且作为各个学校的指定课外书,几乎不可避免。 其他地方的其他孩子呢,若干年后,也不得不读草房子。 这件事,对一个父亲来说,太吓人了,草房子到底哪里不好? 以性别观落后,草房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? 是一本性别观念落后的作品。 如果说,在他诞生的年代还情有可原的话,事实上,原在他诞生之前的许多作品,性别观念比他进步。 在今天,则是一本应该由业界好好解释,充分透析的作品。 在我目之所及,只见到有两篇文章做过类似的工作,其中一篇这样写道,游马帝的家庭为何总是缺失母亲? 因为在男性崇拜的文化下,成为母亲的女人依然没有幸福,游马帝的姑娘们为何大多选择离开? 因为在男性崇拜的文化中,作为女性的姑娘们没有出路,游马帝的女人们为何都是沉默? 就算歌唱也只能唱那无字歌? 因为在男性崇拜的文化里,作为女性没有语言,也没有歌,游马帝的女孩们为何都那么美丽,又那么苍白,若若? 因为这里并不欣赏女性的力量,也不接纳女性的缺憾,这不是她们的故乡,而是她们的牢笼。 电影草房子制造,草房子性别观质疑,以夫为姓,故事中的已婚妇女全部失去名字,人们关心她们是谁的妈妈,谁的奶奶,从来不在乎她们姓什么,叫什么,游马帝人都默默认同,女子在家重复,出嫁重复。 女人和草房子中出现的女性形象,构成了女性从幼年至死亡的完整过程。 少女只愿母亲自杀,父亲未知,受监流氓欺凌,最后和一位还俗和尚离开游马帝,18岁的白雀爱上学校老师。 但是父亲反对,爱人毫无行动力,白雀选择离开游马帝,投靠母亲,求二妈到50岁依然很有光彩。 但是没有儿子让他的人生成为悲剧,编着整理字,心情报书评周刊,我们只想真诚地谈谈曹文轩这书怎么不好。 曹文轩回应,把那么大的女权主义理论,那么简单,的用在儿童文学上,合适吗?用得着吗? 我喜欢温柔的女孩,难道这是我的性别观很落后吗?安徒生很落后吗?安徒生刻画的所有女孩都是柔弱的女孩。 我想问那个人,你还记得卖火柴的小女孩吗?编着整理字,心情报书评周刊,曹文轩,我的性别观很落后吗?安徒生的性别观很落后吗? 这样的游马蒂,的确有着过去的现实基础,正是这样的一个又一个游马蒂,促成了今天的部分现实,使得李易奕生前没有出路,死后也无处埋葬,因为未婚儿只能将骨灰负责流水。 没错,这不是他们的骨香,而是他们的牢笼。 李易奕,甘肃人,受班主任性骚扰后患创伤后应激障碍,于2018年6月跳楼身亡,年仅19岁,李易奕正是因游马蒂所展现的现实而似,编者入。 如果不得不给孩子看草房子,那么老师和家长也该和孩子一起讨论下这样的游马蒂。 与这样的女人们,毕竟,孩子是我们的未来,我不愿十年二十年后,我的女儿仍然生活在这样的游马蒂,唱着无字歌,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,由建敏胡英纪嘉珍主编,班班,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2年9月,数位专家的论文集,从悲鸣,小说,诗文,书信,日记等另类专题材料入手,分析用。 以往被遮蔽的女性生意,而儿童观可疑,草房子还是一本儿童观可疑的书。 曹文轩在新晋发表的,关于儿童文学的纪典看法中说,儿童阅读应该是校长,老师以及有见地的家长指导,乃之间都只下个阅读。 他们中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是不成熟甚至是不可靠的。 我所学习并且愿意接受到儿童文学理论则告诉我,儿童有儿童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,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,成人应该向儿童学习许多东西,比如诚实或者勇敢。 或许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儿童观,曹文轩在麦子的嚎叫,中刺到了这样一个男孩麦子的形象,柔弱善良,多愁善感,强于抒情,拙于判断,切于行动。 当曾经对麦子有救命之恩的牛,要被爸爸跑腹,以证明自己轻败,村民的集资款的确没有被撕吞,而是被牛吃掉了,时,麦子唯一做的事,是去和老牛指手相看了眼,然后在牛被杀时去独自一人发出惨烈的哀嚎。 在这里,所谓的成长被呈现为对强大善而无理现实的被迫的接纳,而我更愿意孩子们在文学中看到对这无理现实的哪怕无理的超越。 如同且斯特顿所说,童话其实最真实不过,不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恶魔是存在的,而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恶魔是可以战胜的。 这句话告诉我们儿童文学因如何讲述成长,古老的童话中,无论形形色色的恶魔如何狡猾,凶暴,有权有势,孩子们总是可以战而胜之,在战胜恶魔的过程中。 童话的主人会失败,受困,痛苦甚至死亡,但他们总是会笑得童话的最后,跌倒的会战起,优势的会寻回,死去的会复活。 主人公在童话中的每一次死亡,都是一次成长的仪式,旧的自我向往,新的自我淡伤,吞去虚体的空壳,奏向心灵的乐章。 孩子,应当这样在一次次阅读,一次次游戏,一次次想象中的冒险,一次次朝向未来的演练中长大成人,而不是沉迷在人造的苦难中安宁。 如果非要读曹文宣,我会在书桌上悄悄摆上别的书,讨房子还是一本文学水平堪忧的作品。 但关于文学水平,人者见人智者见智,此处不做赘述。 即使我假定他文学水平合格甚至不错,我仍然不希望我的孩子去阅读他。 这是一个真实的小故事,几年前在半地举行的一个阅读活动中,一位家长向我求主,说他的儿子不爱读书。 他的儿子说,我哪有不爱读书,我不爱读老师布置的书,我问他,老师布置的什么书? 他说,曹文宣的书,我忍不住笑了,问他,那你喜欢读什么书? 他说,凡尔娜,接下来的时间我都用在宽慰家长上,希望他能够相信他的儿子在阅读方面毫无问题。 文学的世界如此辽阔,哪里有什么必须要读,不读不行的书呢? 我深知,在校长,老师,家长们的监督之下,也许还有出版社的推动配合之下,大江南北,曹文宣的书无处不在这不算错, 而且孩子们不得不读这就错了,文学像这个世界一样无所不包,儿童文学同样以全世界为整育,充满可能性才是健康生态,层次多太乃幸福本源。 目前这样的状况,当然就时间都带来的好处,只是这好处并非是给孩子的。 当然,话虽然如此,我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,希望他们不必读曹文宣的书,但倘若他们真要读,我也不会像桑桑爸爸一样打骂他们。 我会在他们的书桌上悄悄摆上一些别的书,林泽伦的书,托福杨松的书,米歇尔恩德的书,西尔福斯坦的书,陈志勇的书。 如果他们的书桌足够大,我的钱也足够多,我可以把这些书无穷无尽的摆下去。 真的,这才是美好的文学,美好的阅读,不是吗? 我们只想真诚地谈谈曹文宣这书怎么不好。 曹文宣先生,童年,哪有那么多苦难啊? 直接点击关键词,查看以往的精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